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搞 完事后 儿子再提起了青梅竹马的事 你有觉得很烦 要和儿子分手 赶得儿子离开 老妈接到了青梅竹马的电话 说他提早几天来到 待会就会到车站 老妈叫儿子帮忙去车站接青梅竹马 儿子很懒得去 可是在老妈的吩咐下 儿子也只能去了 儿子看到了青梅竹马 哇 青梅竹马很热情的打招呼呀 青梅竹马来到了他们的家 很亲切的和老妈 还有老爸打招呼 老妈和青梅竹马说 他老爸明天会去旅行 要青梅竹马自己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就找儿子做 What the 儿子不是人了 儿子生气气的回房间 老爸老妈去旅行了 儿子一人喝闷酒 青梅竹马知道儿子被女友甩了 想安慰他 酒后乱性呀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搞 儿子起床了 What the 他青梅竹马说 自己喝醉酒做错事 希望青梅竹马不要怪他 青梅竹马说 他明白的 要儿子做饭给他吃 儿子去了女友家 想挽回 看到了他在和别的男人搞呀 儿子难以置信 女友赶儿子走 他们已经不可能的了 儿子生气气的离开 儿子回到家 看到青梅竹马 一人闷闷不乐 儿子问他怎么了 青梅竹马向儿子表白 他一直都喜欢这儿子呀 儿子也有点喜欢青梅竹马 他们也正式的交往了 青梅竹马穿了性感睡衣 儿子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老爸老妈回来了 问儿子和青梅竹马还好吗 儿子的青梅竹马很尴尬的回答很好 老爸老妈在商量这儿子的青梅竹马的事 他们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就是有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 小心自己 另一半的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可是很香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 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点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没有青梅竹马 中学时还要是读和尚学校 有一大堆阿卦学校的呆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来 别别别别 tum 前边 来